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 玩者论画中现在有很多英雄 其中有一些英雄天生就会怕一些英雄 就算你是大神也改变不了他们之间的克制关系 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五个天生克制的英雄关系 首先是鱼姬克阿柯 鱼姬的二技能可以环渝物理伤害 阿柯和鱼姬被打起来的话 只要鱼姬稍微环渝好一点 因为二技能躲过阿柯的致命攻击后 那剩下就是阿柯的危险了 现在的鱼姬失望二技能后还能使用一次被动效果 这样就让阿柯想跑都比较难 第二队 打起克韩信 韩信在峡谷中是最能跳的英雄 但他也是有克星打 他的克星就是打起 打起只要使用二技能控制住韩信后 那么韩信接下来就很危险 特别是在打起后期装备起来之后 那也是绝对一套可以秒掉韩信 这个时候就算你是国湖韩信也没有办法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队 就是夏侯敦克水悟空 夏侯敦能顺外号的夏侯敦 顾名思义就是夏的猴子中敦起来的 猴子的暴击虽然很厉害 但是对脆皮有用 对夏侯敦这种漏漏战士就没有那么好死了 和夏侯敦单挑的话只有九死一生 第四队就是雕长克吕布 吕布和雕长是一队 不过这两个真打起来的话 吕布还真不是雕长的对手 雕长的大招开起来 再漏的坦克都会受不了 更何况是五克 最后就是荒木兰克蓝铃王 荒木兰和蓝铃王也是光配的一队 不过荒木兰在各方面都可以碾压蓝铃王 两个单打的话 蓝铃王基本是没有胜算的 好了本集就到这里 小伙伴还知道哪些英雄的克制关系吗 欢迎大家视频频道留言 那我们下次再见